大家好,我是响哥 有一个粉丝一直留言 叫响哥做一个手抓羊肉 今天给他做一下 首先将买回来的羊肉放入盆中 再倒上清水 水没过羊肉 浸泡半个小时以上 再准备一些香料 花椒 草果 草果胚破 将里面的籽取掉 花椒适量的多一点 然后加上清水 将香料浸泡一下 羊肉泡好之后 抓洗干净 捞出来 将羊肉冷水下锅 火开大 将锅烧开 开锅之后撇掉上面的浮沫 然后倒上切好的葱姜 泡好的香料 再加一点干辣椒 不辣但是很香的这种 最后倒上一点高度白酒 或者放两个萝卜 倒一点白酒 能有效的去除羊肉的膳味 用勺子搅动两下 盖上锅盖 先大火煮半个小时 再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现在已经好了 截开锅盖 加一勺盐 盐加上之后搅动一下 再煮十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煮好了 筷子刚刚能扎透就可以了 捞出来 放在菜冬上面 再用刀剁小一点装盘就可以了 剁好之后给它装盘 配上椒盐 蘸料或者大蒜都可以 椒盐的做法我在以前就分享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找一下我的视频 对了你们是怎么做手抓羊肉的呀 喜欢吃三味重的还是没有三味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对羊肉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今天专门邀请了一个粉丝朋友来吃羊肉 给他还配了一盒滑子 一壶买酒 觉得小哥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个赞